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老公老公 這邊都在做大減價 我想再買多幾件衣服 老婆老婆 你經意貌若天仙 什麼都這麼漂亮 不用再買 不如交多些月費給myradio 支持客更好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如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創造這個有價值的世界 是我們 勞思動眾 勞思大 好 回到第二節 一開始的時候 忘記說少少網務 節目的名字 因為現在myradio開了第二台 他也開始推行一個 因為我不知道實際情況如何 但是myradio是非牟利的機構 現在也有牟利 但是一直以來的長租設備 都是黃毓民議員給的 所以就好像現在 他們希望不要消錢才會這麼厲害 賺回一些revenue 所以其實每一節的節目 會有一個節目成本金 所以其實我每個星期 是做一個半鐘 一個半鐘 其實會計算兩個一小時 所以簡單來說 我每個月會給了2000元 即額外給了2000元 給myradio 所以呢 大家 給的月費 也會少了2000元 我收到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 加油 支持我 就是這樣 因為我現在 有2000元 給myradio 加上本身的 對分 所以也是少了 就是這樣 剛才我們講的 講了很多行政問題 希望大家不會覺得很悶 其實 這個是跟我們的 你剛才說的 跟我們一直以來 對學生會的想像是很不同的 我們一直以來 覺得 因為學聯的降視是很大的權力 所以我們也會覺得 學生會的降視也會有很大的權力 所以我們只要我們有一些想法不同的人去選學生會 做到降視了 就叫做可以收復或光復學界了 但是在你們的個案裡 看起來很明顯就不是 因為你們一舉一動 是完全受到 或者很大程度上受到這個 平議會的制約 但是平議會是怎樣產生的 你可不可以講一講 大概是怎樣產生的 平議會主要的成員是分三類人的 第一類就是SU四個架構 上年的俗稱一些老鬼 會拿一些代表進來的 第二個部分呢 會是各個學會 例如科裝也好 學軟裝也好 但是那些裝備很多嗎 例如其中一棟周科 都有一個手 可以這麼講 但是因為浸大的例子 就有些特別的 因為under浸大學生會的數 就不算太多 所以加起來 今年的平議員只有20個 而第三類就是一些普選的平議員 但是很少人普選的 真的很可惜 今年只有一個普選平議員 那要怎樣做普選平議員 如果我現在在浸大 我想做 那那個途徑是怎樣的呢 其實那個途徑 或者那個限制都比較簡單 你只要找到大約五至十個提名 那你就可以去參選 那就會跟幹事會和編委會 一起在周年大選裡 去接受諮詢和投票 那有沒有一個 就是票數過了某票數 就可以當選 那樣 如果是過了法定人數之後 他的信任票是多於不信任票 那就可以當選 那但是呢 一個情況就是 因為大家投票的時候 周年大選 就是這麼多個架構一起選 那你投票的時候 那個票站 就一次過給了編委會 江市會 普選評議員 就是這麼多張票 那通常同學呢 都不會說 好我只是投江市會 或者編委會 普選評議員 我就不投你 那所以通常都會整體 那就會過了這個法定的票數 那 所以呢 都不會說很難才選到 但是因為沒有什麼人有意欲去選 所以就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這個普選評議員 可能說 都是想上莊 又不是想來做評議員 因為你說 沒有什麼人會特別說 我只是對評議員有興趣 那 就是做評議會 又要對會章熟識 那真的很煩 有得上 可能都是寧願上 港市會 或者編委會 好 那但是 所以 其實你們 所謂的 你們是一個 皮視鮮明的 支持本土立場的莊 雖然本土是什麼 是有得辯論的 但是 它不是什麼 就很清楚 本土不是什麼 所以就沒有去到資料會議員 其中一個例子 但是呢 所謂的奪回學界 或者光復學界 或者香港的學界本土化 原來真的還不可以 在這個階段 即是說 以前的人 還沒有 fade out 即是以前的 以前那一代 因為即使是你們上一屆 已經是和你們很不同 對這些 這些 這些想法 但是其實 你們一開始 為什麼會 會 想去上莊 即是想做這個 即是 港市會 其實這個 原因 我覺得很大 都是源於 雨傘革命 因為 雨傘革命 其實真的 吹生了 一些不同的思潮 或者更加 加劇了 那本土化的思潮 那些事情 其實已經幾年了 不過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 我覺得是有些奇怪 因為 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在 學聯 霸課的時候 中大 霸課的時候 中大 霸課 我記得 好像是臨近放出去 還是失控 那一晚 其實也不是失控 但是 有個命運自主大台 然後 有些人上去 說話 其中一個就是 李柱銘 李柱銘 我記得 放了出去 彈之後 然後 那些人 就出街了 突然間 我網上看到 有人說 不如我們 上自由化 然後 又被人屁 他被人屁 這個事情 反映出 大家開始 分到 或者 要去分了 就是 我們究竟搞一個 中國民運 還是一個香港民運 所以我覺得 雨傘革命 會有些 很大程度 跟這個本土很快的關係 就是 大家去到一個抉擇位 或者大家去到一個現實 大家會很aware到 就是 咦?我現在選擇 爭取自己的命運 或者爭取香港的政治制度 完全不關中國的事 真的不關中國的事 他是會令到你爭取不到 但是問題 你不是爭取他那一套 而大家 我見到一些主流傳媒 就是 那些 一貫的手法 就是 他很想強調說 其實大陸很多人都支持你的 支持香港 遇上革命的 但是 大家亦都看到 現實就是 嘩!大陸支持我 那又怎樣呢? 都是要靠我們自己 在香港邊界裏面 自己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大家從真實的經歷 去看到 嘩! 這裏真的只有 我們自己 要搞 所以 我覺得 是一個 由行動而 摧身的 意識上的改變 因為實際上 你知道 不是十三億人 是七百萬人 爭取七百萬人的事 但是 你 為什麼 那時候 遇上革命 為什麼 跟學生會有關呢? 你很不滿學戀 我覺得 你未必是 那種 其實 沒有 因為 我會覺得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 過去 我們很多 就算本土派 有些什麼 可能不同的論述都好 但是 有一件事都是一個 common ground 就是 大家要確立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等等 而這件事 反而以前是沒有的 就是學界裏面 大家 如果有研究 學聯那些東西 就是 在以前 學聯是非常親 曾經親毛 毛澤東 曾經是 是 文革 可能是一些 人 即是人本身 他可能信毛澤東 那些土地出來 就算是 主權問題 即是前途問題 當時的 中大和港大 都是反對繼續 英國繼續灌治香港 即是他們反對這三條條約 是有效的 接著就 拉斑打去反對 帶出以來 就是這些事情 你都見到他們非常之 如果你說 立足在香港 以爭取香港的利益 為最大前提 其實你當然是 拖著英國 就算英國想走 你也不讓你走 拖著 不要啊 但問題是 當時的知識分子 當時的學院 當時的學界 是站在一個反直的立場 一個民族主義的立場 先於我們自己 香港人的民意 香港的民意 也大部份都是unchanged的 都是這樣 所以 我很同意你這一點 例如你講到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民族主義 尤其是說中國那種民族主義 那種血龍於水的情懷 鮮於我們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所以 其實 簡單來說 其實香港今時今日去確立 或者我們要提主體意識 或者香港人的身份 這些事情已經是遲了 其實太遲討論了 所以 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們的本土化是必須 要繼續急速的發展 因為其實可以看回台灣的抗爭 台灣的本土化是很幫助 他進行一個在地抗爭 他的民主 我之前跟恐告風 和陳文他們在那邊開了一個會 恐告風說了一件事 我覺得很對 就是 全世界的民主發展 都是跟這個主權一起發展 就是主體意識一起發展 因為沒有一個國家 或者沒有一個地方的民主 是可以 在沒有主權之下可以發展到 簡單 再講下去一點 就是說 你一個民主制度 是不可以好像那些大中華派 這樣說 香港的民主是中國的事 因為你一個民主就是一個治理的系統 你一定要畫一條界 哪些人是被管治的 如果你說 去到諾克的人的理論 就是說 你每一個受到統治的人 因為失去了某部分的自由 所以你有一部分的權利 我就可以投票 或者可以罷免 可以創制法律 但是問題是 那些不便的大陸人 他本身是沒有在我們這個制度裡 沒有在社會之下受到損失 所以他自然也不會有權利 但是問題是 如果我們的主權是不釐清 那些邊界是不穩固的話 或者那些新移民來到這裡 沒有七年限制的 即是你分不到什麼是香港人的 那你自然也不會有香港的民主 什麼是香港的民主 你香港的民主就是 你香港確立了先 所以一直以來的盲點就是 就是我們覺得 啊 香港的主權始終是中國的 但是 那時候 那你也一定去到一個 的N 位 就是說 你爭取民主是假的 因為 最終你香港人有沒有民主 都是中國人有沒有民主 所以 所以他們那種東西是邏輯 是合邏輯的 但是問題是 對香港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他們是爭取中國民主 如果根據他們那個說法就是 香港的主權要在中國的話 那問題根源就是中國 但是問題是 我們根本就沒有這個資源 或者沒有這個能力或者渠道 去令到中國改變 變成了一個民主主 甚至 他民主主之後 大家會開始想 究竟中國民主主對香港 是不是必然有利 這些東西是 我記得其實是在七十年代 或者六七十年代 都是有人開始討論的 香港港獨支付馬民輝 但是 是被壓抑了 可能是被司徒華崛起了 或者這些人崛起了之後 或者這些人崛起了之後 他完全將香港導入了一個 很理所當然的民族主義的情懷裡面 就沒有人再討論這些東西了 香港是自治的事 現在那些 現在是誰 蓮月珍 蓮月珍 蓮月珍先說 不如成立香港國就好了 哇 火星上有沒有人發現了 我覺得現在 你才開始說這些 我也很開心 但是 這個其實 大家很久以前 應該已經想 這一代的社會 研達 以前浪費了香港很多時間 所以現在 所謂的本土化 台灣 你剛才說的 台灣很對的 台灣那個民主法制 跟本土化完全結合起來 現在你去到台灣 你根本就不用跟他說 你是不是本土是台灣人 他根本不會理你 他根本就一定是台灣人 不會說自己又是中國人 又是台灣人 所以 講到你說 本土化這件事 我們在學界 所以我們都要繼續做好它 因為 那時候陳阿明 他經常都在Facebook 打一些東西 呼籲大家 如果大家本土派的同道 那就是大學生 有意推廣本土化 那其實應該是極力 建議大家參選學生會 因為學生會是有資源的 亦都有 動之旗是很照力的 所以在雨傘革命的時候 是很見到那種 哇 原來他們把持了那些組織 那他們自然 他們就不會有別的路線 那時候就覺得 哇 原來 參選學生會 或者學生會 原來是一塊 大家一直沒有留意過的東西 那這樣 那所以才會有些 那你們才會去搞這個 叫做投身學生 學生的建制 這個也是建制 不過你們就沒有權力的建制 所以 但是我們講到這個位置 就是說如果大家本土派的同道 希望可以參選學生會 其實都要再細分了 因為 學生會 我們現在上的 我們是幹事會 就是行政機關 但是其實 不要以為我們就這樣 上了這個幹事會 就是行政機關 就這樣就完了 因為你們的學生會 不是好像學聯那樣 學聯的秘書處 反而拿出所有的權力 因為等於 如果你們讀蘇聯那些 共產黨的機構 就是代表了你之後 行政機關 是很大的權力 所以就變成了 為何大陸的官 叫做秘書長 秘書長其實 理論上他只不過是 一個寫東西代文書的東西 但問題是 他實際上是最高權力的 但問題是 這個在一個學聯那麽大的 架構之下才會是 如果是一個 院校自己的學生會 原來 做行政機關 真的只是做行政機關 他不會有一個 好像秘書長 或者秘書處那麽大的權力 還有 再講到那個位置 就是為何我們可以有 這麽多不同的架構 大家都要 看大家任君選擇 大家如果覺得 我又不是很想做港市會 但我也有意去推動 本土法發展 或者寫文章 研究一下多些 大家可以去參選編委會等等 其實我們過去這一年 學界都見到 除了港大學院 一向都是 我覺得他做得挺好的 整大編委都是 幾個學生會都好 是的 這些都是很歧視師明 又或者是很明顯在雨傘革命之後 是一種的變根 我覺得編委會當然很重要 拿支筆 寫一些文章去 透過文字去 帶出一些訊息 而港市會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港市會是 執掌實質的行政權力 它可以決定一些外務的方針 可以決定一個 簡單來說 如果再一次的佔領行動 應不應該撤退 應不應該衝 行政權力不是在編委會 而是港市會 這件事是很實質的 當然 你說不是 我只是想試試問 當然是編委會 但我想帶出一件事 就是 無論大家想入任何會 都好 如果大家有意地推動 這個本土法發展 其實學界的確有很多 一環環都需要大家去 引擎多一點 這個就真的 我覺得是 你說行政那些人的權力 我覺得其實是 在有事發生的時候 發揮到最大的 如果沒有什麼事的時候 等於叫做 將軍打仗 皇帝說什麼 我都可以不要管 因為實際情況 我決定了 那一刻就是 但問題在天下無事的時候 都要去參選 或者要去做 因為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 這些事情 但是這些事情 你擺在那裡 那你就當作一個把守 把守著的職位 就是有事 就可以去做 而且我也都認為 現在的香港 可能是下一年 我猜是 都會有些事情發生 就是 中國的經濟不好 我覺得香港是會有事情發生 所以其實大家是 不用想到太長年 有些人會覺得 遇上革命失敗之後 可能很多年之後都沒有了 但是我覺得 要未遇上謀 未必是很大型的事情 但是 你在每一個位置 多你一個人在那裡 整件事就很不同 是 同樣 尤其你講到 我們每一個環 就是我們學生會 剛才你講到 我舉了一個例子 如果免得 你這個問題就是細菇力養 只有你們本土有什麼用 所以 當然這個可以是一個問題 還有 其實你搬回月格之後 可能你真的會打正其號 說是本土 可能只有我們浸大學生會 和港大學生會 那 港大學生會 都 都 都未必是很強調的 我想 他們是 我明白 他們那個 取態 可能做事方便些 或者少些地方講這些 因為 最高明的政治 就是 不講政治 去搞政治 但無論如何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不同的路線 所以 例如 你看到 可能不出席 甚至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Ling USU 是 左膠 但 大家可以看看 六四晚會 那天 他是沒有選擇去資源會 六四晚會 他又去了廣大的晚會 Ling USU 對 Ling USU 去了KongU的六四晚會 我覺得KongU做的六四晚會 挺好的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去過資源會 又去過二血的尖沙咀 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大家 因為搞這麼多 Ling USU 其實 我覺得 六四繼續講 或者繼續搞 是OK的 但是 資源會那種 當然不好了 但問題是 我們 即是六四這件事 其實是應該 大家是用一個 比較 可能 深層次些 或者學術些 或者去 用一種知識的 傳播的一個活動 例如你學一下當時的教訓 或者當時的國際形勢 即是東歐集團瓦解那些有關事 或者你去研究一下 為何會這樣 或者跟香港的關係 其實跟移民那些有關 就是好過 一定是好過支聯會那種 情緒式 哎呀大家很慘 然後就散播一種無力感 二十年都是這樣 我覺得 港大那些是一個 很好的嘗試 即是大家 不一定是學界才可以去 大家 聚集 即是叫做 現在 遇散革命之後 有些什麼公民退休 我未必覺得那些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 香港人是 太久都沒有想過事情 尤其是六四 即大家經常是 參加六四活動 但是那些活動 是不用你想事情的 你只是在那裡哭 在那裡舉舉那些東西 但是 我覺得是 即是每個環節 大家要參與 也都 即是可能可以參與 即是如果大家想改變的話 那 那六四那些 那些 你剛才想說 嶺南六四是因為 其實我想說的一件事就是 即是你留意一下 可能 其實 LINK SU 當然它沒有說自己是 什麼本土派 即是沒有打了正義號 或者什麼 可能甚至很多朋友 都會覺得 他們嶺南是左膠 但是 我會覺得 不容忽視的就是 其實 他們都在改變 即是每個人都 即是每個組織 每個架構 每一間U的思維 都有一定的改變 那這件事是 我相信是 大家都會很樂於去見到 還有 這件事我也想印證的就是 即是好像 雨隔之後 大家都是覺得 好沒有方向 好有無力感 接著那些領袖又很抑鬱 就是看著學佛 即是 總之很大無力感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會覺得 一步一步來 首先 真的由自己的 即是如果聽到這個節目的一些大學生 由自己的校園去做 不 大家以珍惜自己的學生身份 我想選都不可以去選 我先導演一下 所以你這樣去選 你是真的會影響到 或者你真的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你是想不到 是真的會很有用 甚至你想想 可能 去到今時今日 學聯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都是所謂的大宗話交 但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是學聯 我們令到學聯 即是二十幾年來第一次去不到 之後會六十萬會 還有 因為 我們那個存在 可能對他們來說 真的比較大 我們的存在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那時候去討論六四的時候 其實 難得地 我們可以 銷售到一些本土思潮 而他 就算不會全盤接受 但是 當然他們都會 帶來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學聯在一些六四的論壇 即他自己有些論壇 在Timesquare 會邀請本土派 梁繼平 去講一下身份認同 以及 怎樣看六四 我相對來說 其實已經是一個進步 以及 其實是好事 不要太低護自己 只要大家 有興趣 也有這個熱誠 去做 其實無論你做什麼崗位 其實我相信 都會影響到一些事情 都會補充一點點 剛剛第一節都講到 平議會的權力 有多麼大 又或者他的重要性 有多麼高 所以 SUNNY都講到 可能上參選的 即是鋼士會 編委會 其實平議會 都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 除了剛剛講到 一些會議上 對鋼士會 編輯委員會的監察 又或者他們 剛剛上任之前 不是 上任之時 就要去通過 全年的工作計畫 和財政計畫 去定落 明年要做什麼 的活動 等等 其實 他還擔當著 一個很重要的 工作 就是 有關這個 週年大選工作 週年大選 都是由平議會 去提供 和去處理 而週年大選 是怎樣去處理 即是 Coin Day 用什麼規則 會不會去 繼續容許一些 可能是 會不會有老鬼飯桌 對 老鬼飯桌 一些無理的諮詢 質詢等等 這些種種都很影響到 接下來新一年 學生會的組成是怎樣 所以平議會的環節 都是一個十分重要 大家都是可以去考慮的一個地方 尤其是平議會應該有一個很濃烈的議政 論政的氣氛 即是 你監測江市會 都會有很多的辯論 討論發生 你辯論的質素去到哪裏 你討論的內容去到哪裏 是沒有東西找來講 還是真的給了一些很建設性的意見 對 平議會都很重要 甚至其實 不要說是否本土 還是大中華這些思潮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假如如果江市會 不幸地是染紅 平議會的監測作用 尤其是開張片 即是他可以制衡這個幹市會 令到他不會共產黨那類 我記得是否向周永康 當時就是因為他們很厲害 那個躲中山革命 中山氣義 他們成功反台 反了這個 紅底學生會的台 然後就學完美書獎 然後就有雨神革命 所以其實 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 這些東西什麼時候會有用 但就是平時 現在好像太平無事 但其實正是太平無事 大家才多事情要做 平時這些真是心加細了 下一節再說 我們休息一會兒